可再生能源发电站 吕东东设 新年一史 从入新疆某边防部队传来喜讯 由国家能源局和军委后勤保障部联合推进 中国电力监设集团呈建的全军首个基民融合 可再生能源局网国家式饭项目成功发电 从此 该部官兵将用上安全稳定的长民电 站在工作生活有了充足的电力保障 可再生能源局网 是指在国家大电网卫联通地区 综合利用风电 光伏 小水电等可再生能源 为提供安全可靠 清洁高校的普遍电力服务而建设的局域依压配电网 2016年以来 军委后勤保障部 积极与国家能源局开展战略合作 薰民融合推进边防部队电网建设 从筹金地用能需求 依托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 通过连通大电网或建设 可再生能源局用的方式 有效解决全军边防部队用电难题 去年8月 军委后勤保障部军需能源局和国家能源局有关部门联手 采取国家政策引导支持 谷干养起投资建设运营军队享受优惠用能服务模式 军民融合解决边防部队用电难题 陆军、武警部队、新疆维吾尔斯治区政府有关部门和驻地军民 建设单位密切协同 具力推进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周密筹化设计 精心组织实施 克服高原地区施工窗口气短 气候环境复杂等困难 在海拔3800米以上的血域高原利用不到140天的施工周期 刀质量完成主体建设任务 据悉 项目的建成投入运行 有效解决相关边防部队官兵及驻地政府和军民照明 供暖、质量、取水和装备等综合用能难题 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超过90% 本地区能源自给率超过90% 大大减轻了油料、煤炭等候勤保障负担 提升了部队战备信念执勤保障能力 为采用可再生能源方式 解决高原高海地区军地能源保障问题 探索了路子 孙欣维、于海青、哈里王子和他的坐骑阿帕奇武装直升机 环球网军事1月7日报道 据英国每日静报1月4日报道 英国哈里王子将在挪威参加皇家海军陆战队进行的 直代抵抗俄罗斯的演习 这是英国最近20年来进行的最大北极军事演习之一 报道称 哈里王子将加入1000多名精英海军陆战队员的行列 对俄罗斯入侵挪威进行抵抗 挪威似乎将是俄罗斯入侵道路上的第一个国家 这项席将持续12个星期 并成为皇家海军陆战队 最近数十年来在北极举行的最大型军事演习 总共将有约8000名士兵参加演习 包括美国和欧洲军人 演习期间 多国特种部队还将演劣挑战 台机炮、导弹和反坦克炮击以及滑雪等科目 根据演习设定 军队将在英国和美国人兵抵达前守住备役 报道称 这次演习主要目的是向俄罗斯展示实力 目前俄罗斯正处于冷战后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中 这也是英国20年来最大北极军事演习之一 据俄罗斯卫星网27日报道 美国民意调查机构拉斯穆斯报告Rasmussen Reports 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 47%的美国人表示 不赞同总统特朗普从叙利亚撤军的决定 另有37%的受访者支持特朗普的撤军决定 其余受访者表示难以回答 该项民调于2018年12月20至23日进行 此前特朗普宣布从叙利亚全面撤军 并直出 美国已取得打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战斗的胜利 据美国媒体报道 目前叙利亚约有2000名美军士兵 环球网综合报道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6日 引引德国图片报报道称 在11月末 德国总领默克尔飞机因技术固战破降后 德国国防部长计划 购买至少一架远途空客A330或A350飞机 据报道 德国国防部长乌尔苏阿冯德莱恩 已于周三提出相关计划 购买飞机的费用计划从国家预算中支出 飞机的价格因款式新极装备的缘故 将达到了一货三印欧然 德国图片报引引德国国防部长的话报道称 德国总领在G20峰会上迟到的事让人很难过 为了类似的事情不再发生 我们将增加机组成员数量 并将考虑购买一架或两架新式远途飞机 11月末德国总理默克尔的飞机 因计数故障 在前往旧行计二连峰会的布宜诺斯阿利斯图中破障在科隆 结果德国总理会务迟到 后来乘坐从马德里起飞的伊比利亚航空公司的电七克班 飞底计二连峰会 XVU.PLOS 7,500,21 限于正在美国访问的日本方向盐无意 在与美国大理国防部长沙大汉的会讨中 得到美方对日本新防卫力建设指南防卫计划大纲的支持 日本政府计划进一步加快与美国的防卫合作 日本共同社1月18日报道称 日政府将根据安全保障相关法及美日防卫合作指针 推进美金防护及购买美国产防卫装备 共同社称 2015年制定的安保法 使自卫队对美军限停等进行护卫成为可能 据分析 考虑到东北亚局势 除了向美军提供物品及劳务等合作外 日本自卫队还会分家为进行警戒活动的美海军 提供加油补给等任务 日本政府计划购置 每套超过1000亿日元 约合人民币62亿元的陆基宙斯德系统 计划购买两套 及100多架每架售价 于100亿日元的最尖端F-35野形战机 推进日本自卫队和美军的装备共通化 强化一体化应用 日方考虑在严内召开 由外交和防务部长参加的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 2加2 就每日合作进行深入磋商 在日本防卫省高层称 召开还没有眉目 新华社利亚德12月22日电 记者图一番 王波 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21日发表声明说 野门胡塞武装持续违反最近达成的和台达停火协议 呼吁国际社会敦促胡塞武装 遵守该协议 声明说 在停火协议达成不久 胡塞武装就开始在野门和台达多地使用海击炮 导弹等多种武器 停火协议在过去72小时内 已被违反62次 声明说 联军支持野门政府落实停火协议的努力 而国际社会有责任敦促胡塞武装遵守该协议 并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报道 多国联军的雇佣军 21日炮击了和台达的多个居民区及一个村庄 报道没有透露更多详细内容 联合国主持的新一轮野门和谈 本月13日在瑞典结束 野门政府和胡塞武装谈判代表 在涉及停火、炸服交换和台达控制权等重要议题上达成一致 双方达成的和台达停火协议 18日零时起生效 停火范围包括和台达市及其港口 2014年9月 野门胡塞武装夺取首都萨纳 后又占领野门南部地区 迫使总统哈迪前往沙特避难 2015年3月 沙特等国针对胡塞武装发起代号为果干风暴的军事行动 今年6月 野门政府均正式开始收复和台达的军事行动 第24次联合国系后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 COP24经过马拉松市的谈判后 就巴黎协定的一系列实施系则达成一致 此次会议周六 12月15日 在波朗卡托维茨闭幕 代表们认为 新的系则将确保先属国新手承诺 渐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此次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执行巴黎协定的钢领文件 旨在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 即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二十十度以内 制定巴黎协定的工作计划是一项重大责任 大会主席库瓦蒂卡·密修克·特克表示 这是一条骂长的道路 我们尽力不让任何人掉队 发展中国家一直寻求其他国家承认气温上升造成影响 并进行赔偿 而这富裕的国家拒绝维系后变化担负法律责任 担心未来会出现巨额账单 上周 美国、沙特阿拉伯、俄罗斯和科威特 拒绝接受联合国政府兼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的一份报告 报告称 全球目前已经完全偏离轨道 本世纪气温将进一步上升三摄氏度 要实现理想目标 需要在社会各方面进行细速 深远和空前的改革 报告指 如果要在本世纪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一 五摄氏度 那么到2030年 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必须减少45% 来自196个国家的代表参与了此次会议 他们试图解决巴黎协定实施系绝的棘手问题 这是一些具体的细节规定 包括各国如何削减碳排放 如何向较贫穷的国家提供资金 以及如何确保各方都落实了答应的事情 这听上去很简单 但操作起来并不容易 各国对减排行动的定义和时间表往往不同 向贫穷的国家希望这些规定有一定灵活性 这样他们就不会担忧没有能力将规定付诸实施 欧洲西后基金会 European Climate Foundation CEO蒂比亚纳罗尔斯 Tubin 曾参与制定巴黎协定 他认为 此次大会达成一致意见 相对巴黎协定的落实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他在会议间隙对BBC说 关键是要有一套透明的系统 因为这可以建立各国互信 我们也可以衡量做到了什么 并且这足够坚确 他认为 没人能再说不清楚 或者不知道怎么做了 蒂比亚纳还表示 俄罗斯等拒绝加入巴黎协定的国家曾称 拒绝参与是因为不清楚其规定 这些国家已经不能再用这个借口 但是也有一些观察者认为 气候问题破败眉睫 这次协议不足以解决问题 社报 一些政府和环保组织批评会议 未能促使各国在减排方面加大力度 来遏制气温上升 一些亦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较贫困国家 也希望更清楚了解 到2020年将如何提供 已经商定的每年一千亿美元的气候资金等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安博尼奥布塔斯强调 仍需要做更多工作 一些国家一直在大力推动削减更多排放 许多代表希望2020年之前 减排目标迅速提高 让细温升幅有可能保持在一 五摄十度以下 目前 各国在巴黎协定中提出的计划 远远达不到这个数字 一名在表称 这些计划远远不够 商界也在从这次会议中 寻找未来信号 也准备 银行也准备融资 西班牙能源集团伊比德罗拉·伊伯罗·德萨勒卡罗斯 说 因此 我们需要政策上有更高的目标 让企业能走得更远更快 新华社开罗医院六日电 记者李毕念 埃及军方发言人六日发表声明说 埃及 沙克阿拉伯 伊旦等多国海军参与的海上联合军事演习五日在沙克林海结束 声明说 此次参与演习的国家还包括吉布提 苏丹河也门 演习内容包括进攻和防守队型训练 快艇攻击 实弹射击 翻岛等 埃及海军特种部队和挖人 还展示了海岸线侦察、直升机快速登陆、陆地防御等战术 声明说 此次军演旨在加强参与国家在鸿海开展联合任务的能力 加强军事合作和战斗经验交流 以应对共同挑战和支持地区安全与稳定 埃及军方发言人 北约一日说 埃及海军参业部队 当天抵达沙特 与上述国家开始举行海上联合军事演习 埃及近一年来已先后与北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沙特、阿维球、巴林、科威特等国举行联合军演 参与部队包括陆海空三军及特种部队等 起身丰刃端的思考 北部战区陆军某特种作战旅战斗精神培育新闻调查 特战队员进行海上操舟渗透个目训练 以建设 这里充满传奇和平时期 有28人次荣率个人一等功 是唯一被中央军委积极体一等功的特种部队 这里充满挑战300多个训练和目中 一半以上是显南高威个目 曾创造全军军事训练12项记录 弃身丰刃端 幸命安可怀